我们继续啊继续 我们下一步呢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进一步 优化我们的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节目 第一个事 就这个 这个节目 我可以看到我这样写的 这样写其实不太好 我们应该这样写 就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style lesson里面 我们来稍微处理一下 这个方法不太 这样做不太好 当然这样做也是可以的 不太好 点进去 我们在这儿 我们创建一个这个方法 类方法 这个肾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内部呢 我们来写一个 这样写 这样写这儿 这儿写这个 这样写 这样写这个返回值是 cc sin 名字来写成这个 start layer 冒号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这个sit 这个方法啊 这样写 这个生的方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方法的一个变种 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就这样写 这个start layer sl 等于这个new start layer new一个 然后 cc sin s 等于这个 ccc sin bred 再来 这个s呢 哎呀我 s add 跳着 把这个s要加上来 对吧 然后这个s要要做个定型 sl iit 对吧 sl呢 outrelease 打回去一个 return一个 s 就这样写 大家注意我这样写 和我刚才这样写 好像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刚才是不是这样写没什么两样 对不对 做这个代码我们就不要了 不要了 我们就这样来写 ccc sin 然后这个s等于这个start layer里边的一个sin 啊 叫这个s的方法 然后这个地方s不就可以这样用了 那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说我在外部是不是很简单了 是吧 我通过这个方法拿到一个s 然后运行就可以了 啊 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啊 先跑一下 可以看到也是这样的对吧 也是这样的 那好 有了这个了 我们来继续改进这个啊 改进这个 然后在start layer里面 可以看到我这个座啊 比较繁琐啊 可以看到这个座的时候 实际上有点问题 我们再把这个代码改好 看一眼 要改的更加幅扣舍利的这个方法 那上面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我们要改掉 这段代码我就这样写 start layer sl等于这个start layer 然后用个create方法 那我上面这段代码就不要了 这段代码就不要了 就这样写 这样写 也是按照系统的 系统create 那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create没有啊 这是一个类方法啊 类方法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了 我们再来定一个类方法 start这个 然后这个叫start layer 这样写 这样写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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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写到这上面来 然后这个create呢实际上写这个叫做这个start layer对吧 starstarlayer create 不然应该是这个类 前面需要加一个starlayer create layer layer create 这样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方法的一个变种 就这样写 大家看我这个create是不是就到这来 这个类方法然后allock一个 这相当allock 然后int 然后autorealist 这个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oc里面的allock int 然后autorealist 对吧 一样的 可以看到这个puxxx 它是跟我们oc写法一样 因为它改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有点oc的基础学 非常有优势 这样 这样 跑一下看一下啊 你再跑一下看一下 这样对吧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写法 大家可以看到我如果我们每次都要这样写的话就太繁琐了对不对 每次这样写就太繁琐了 那幸好呢系统里面有一个红帮我们干做这个事情有这个系统里面有一个红叫这个红 系统里面有这个红叫createfunk这个红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点进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createfunk里面呢是有一个这个里面传一个参数对不对 这是红啊这是个参数这个参数在我们这里是不是传了一个startlayer这个参数啊点进去看啊这个红里面大家看是不是start这个如果把这个startlayer写这个地方是不是createfunk啊啊大家看这里边做了什么事情啊 太普是不是startlayer啊这个这个我们把这个红如果展开的话 大家想我们如果把这个红展开 跑这个地方了啊我们把这个红展开就这样子的我们把展开一下啊 因为这个这些红啊呃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红确实 就红这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个startlayer传进去是不是这个这个就变成startlayer了对吧 然后这个是startlayer 然后看这个是不是startlayer啊是不是这个startlayer啊啊 然后这下面是补动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都删掉看把这个东西删掉 再删掉大家看这个函数是不是和我们刚开始写的这个这个函数啊我们写的这个函数是不是这个函数啊是不是和这个函数主要功能是不是类似的大家看一下我把都把考过来我们比较这两个函数啊一个是我写的一个是他写的我们看 肯定他写的好学对不对 对不对 严谨一些啊啊 看见了吗 你看他写的是不是6一个是不是我也6了一个看见了吗 他是不是首先判断6这个指针是不是为真对不对 因为是不是6可能失败 他考虑太周遭了 一看我就没有对不对 我sl是不是这掉int 是不是他这里掉int 然后他又判断rint 如果是否是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是不是掉outlase 再返回这个 可以看到我是不是直接outlase 可以看到他失败了是不是这样做 明白意思吧 他的和我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考虑的更加充分一点 所以以后我们写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写这个函数了 是不是写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呢 在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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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数也不要写了对不对 这样也不要写了 因为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了 这是不是展开一个函数 所以说就是这样啊 那好 现在有一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后边很多地方都要写这个函数 都要写这个函数 我们把这个函数呢 也把它展成像这样的 也我们来学他啊 我们学他 那这个函数以后我不要了 我这个地方写成这个圣 funk 反正圣funk系统没有啊 我们也写一个圣funk 写成这个东西 这写了过后以后这个函数也不要了 那么也就说这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我也不要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函数不要 我们就把它考一下 我们来建一个圣 创建一个圣funk 我们圣funk 我们就写在上面了 我们也会写这个红啊 对吧 而且这个写红呢 是一定大家学会的 就之前学色源的时候 可能你们这个这个这个红啊 这个不知道干嘛呢 对不对 这样写 这样写啊 因为这个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写在很多行 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这个东西把它隔开啊 画行把它隔开 打开看到我们也会写啊 这样写这样写了过后我看一下这样这样写这样写 那就不要这个东西 不要这个 不要这个 然后呢 这个type就变成这个 type type type对吧 type 这个呢 这个呢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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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这个不要了啊 然后这个地方写成这个 star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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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这样写啊 这样写这样写的话可以看到这儿了 我就这个就可以这样写 然后在这里边这个韩索 也可以不要了 这个韩索不要了 因为我这样写了 是不是这个红以后我们在比的地方可以这样用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Coccasuale 他既然把这个东西写了 他为什么不写这个东西对不对 你看我就给他补了一个对吧 就这样写 红就干这个事了啊 干这种事情 可以看到这个type替换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冒号great啊 就有了对吧就这样写啊 那这个写完了 写完了过后 写完了过后 写完了过后呢 我们再跑一下 以后这个红就被存起来 以后就可以用了对吧 还是一样的对吧 什么都没有 好 那好这个有了过后我们来 来 对吧 对了 对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